哈喽哈喽 大家好 新年到了 哇太开心了 好 要迎接财神了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接财神 否则会来不急 为什么呢 因为农历12月又是辛丑月 所以呢我们现在11月就赶快先接财神了 接明年的财气咯 好那今天要告诉大家 最后这50天哪些幸运儿 政财偏财爆发财财神进家门呢 来快点你要变成大富大贵的人吗 好有钱真好对不对 大家都为钱在打拼啊辛苦啊 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了 到底哪12个生肖呢 是有政财偏财爆发财 请你去买乐拓买威力财好不好 然后呢去去刷一下 看能不能呢刷到什么 哇真的爆发财出来了 好那我想呢每一年呢 都这个幸运都会轮动 那今年呢2022年呢剩下50天哦 好这50天到底呢 谁会是最幸运的哦 我们来看一下咯 来接下来 好 政财运最佳的生肖呢 有老鼠蛇马基龙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到底谁的政财运最佳 什么叫政财运 你的工作啦赚的钱啦 不是投资的钱哦 这个叫政财 就是你上班上班上班 那如果是做业务的朋友 就是跟你的业务财有关系 那如果当老板的话呢 就是跟你的事业体有关系 开店面的也跟店面有关系 好那你就网购跟网购有关系哦 所以呢你的政财就是 你所工作所赚来的钱 不管是老板或者上班族 就是你工作赚来的钱 好这个政财最旺的生肖呢 有五个恭喜这五个朋友啦 属老鼠的属蛇的属马的属鸡的属龙的 这五个生肖哦 好虽然呢 你看哦属蛇的是偏充哦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呢你在一月份左右呢 你就接到财气了 所以呢那老鼠呢 今年呢集星比较少 但是煞星比较多 也没有关系 因为一月份的话呢 你会到那个属龙的对不对 还有福德星 所以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在一月份的时候呢 就不一样啰 所以呢我们在这五十天里面呢 要赶快加紧脚步了 政财运超旺的这五个生肖 你上榜了吗 赶快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那你们自己要写 我是比如说我是属老鼠就写数 正偏财都旺哦 我要发大财写一下 我要发大财 好接下来呢 偏财运最佳的生肖 属马的跟属狗的 属狗的呢 因为会到属马的运势 所以呢这两个生肖是紧密结合 那为什么老鼠没有上榜 因为犯太税 虽然有三个生肖 那为什么属羊的没有上榜呢 因为他今年呢 其实呢在农历的一二月的时候呢 还是会有一些 就是麻烦事情 所以呢招偏财不是那么容易 所谓招偏财就是可能你的斜杠投资 业外投资 比如说做股票投资啊 或者呢做基金投资啊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你跟人家合作的投资 这个都是偏财运 就是不去上班就有钱赚了 这个叫偏财 那偏财也包括什么 你去买乐透中奖 可能中点小奖啊 不是正不是那种爆发财 一爆就是几十亿的几亿的那种 不是就是可能中个几千块 几万块的这种叫偏财运 那偏财还来自哪里呢 比如说家人给你的 或者呢 奖金都算偏财 因为你是除了工作以外得到的奖金 都算偏财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政财偏财爆发财都很旺化 这四个生肖非常恭喜你 你看属猪的犯太岁 属虎的犯太岁 这两个生肖犯太岁 怎么还有偏财跟爆发财呢 除了工作努力以外呢 你可能呢 在整个业界里面呢 是属于top的人物哦 那就会有爆发财 那另外的话呢 属兔跟属羊呢 这两个生肖呢 今年合到财星 好一月份的财星是什么呢 属猪的位置 然后呢 年度又在猪的位置 你看那老虎跟猪呢 又是六合 所以呢 这四个生肖非常恭喜你 赶快拍拍手了哦 那另外的话呢 你除了这些运势这么旺以外呢 不要忘记了哦 如果老师要抖内的话 赶快抖内一点 谢谢大家开玩笑 好 那我想呢 你有这么好的运势的话 是很难得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特别需要注意的生肖 属猴跟属牛的 属猴今年呢 2022年呢 就要正冲了 那2021年呢 属牛的呢 在12月啊 是刚好双化季月 接着下来呢 你看明年 2022年合到那个属蛇的三合 三合属蛇今年 2022年又偏冲 属鸡呢 又是害太岁 所以你看看 你的三合运呢 都不是很好 那三合运不是很好的时候呢 那属鸡 属鸡的又害太岁 那财心又落到属猪的 你又跟你没关系 好 那我们再讲回来 属牛都要特别注意什么问题呢 你看那个老鼠坐在你旁边 本来可以当你的贵人 但今年呢 财运也没有非常的好 所以呢 工作运可能压力也有一些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就是在上半年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哦 钱财上面 这两个生肖要加紧 特别小心了 理财上面要注意 不要随便乱投资 也不要随便乱投机 打牌都会输哦 你不要说我穿的红内裤没有用的 因为呢 运气不好的时候就会都不好 那当然也有例外的 但例外的比较少 通常呢 在太岁年的时候例外很少哦 这种例外就是 除了你的本命主心很强 那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或者你的团队非常的厉害 那就又不一样 所以呢 但是你个人呢 个人就不是那么好了 所以要小心哦 这两个生肖 另外的话 可能人家借钱啦 动不动就来开口啦 或者呢 你就想说心软了 借钱出去吧 结果呢 钱就跑了 人也跑了 家人借钱也要 兄弟姐妹 现在事业做的不是很好啦 然后又缺钱了 小孩又一大堆啦 好来来 你就可怜他 然后借点钱出去 好借一点就算了 借个几十万几百万 你可能也拿不回来哦 如果他是你对他不够了解的人 你真的要小心 因为呢 这种东西呢 财库会破掉 那财库会破的话 因为2022年非常动荡 那动荡的话 对于你来讲非常不好 因为那个属猴的正冲 你做什么样的一个投资 都会有机会呢 让你有个大糊龙 大糊龙 那属牛的 你的计划计划计划 结果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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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你更快 所以呢 你就会很辛苦哦 这两个生肖 提示大家呢 要特别注意哦 好你不要说 啊我运气这么不好 不会 因为呢 每一个月都会轮动哦 我只是告诉你说 这50天左右呢 你要特别小心 好不好 那至于呢 2月份以后 我们会另外做节目 跟大家讲解哦 你就知道说 其实每一个月 都会不一样的轮动心哦 那轮动的时候呢 你虽然这个月不好 但下个月不一定不好 好不好 所以呢 希望大家好好的来省事一番 你的口袋的钱是不是可以好好的来做一个重新的计划跟改变呢 好 那你的皮夹 有没有在用呢 如果你都不喜欢用皮夹 你的钱就会留不住 好那你家里有没有聚宝盆呢 如果没有聚宝盆 你的钱更不会留得住 好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有个暗财库 有一个正财库 好那暗财库跟正财库呢 如果同时启动的时候呢 你至少破财的力道不会那么强 这样大家知道了 那赚钱的力道就会更快 所以我们要最少呢要守住三个财库哦 好哪一个财库 随身的财库包 第二个家里客厅要一个聚宝盆 好房间呢要一个聚钱的 放钱的一个财库 这样子的话呢 至少呢你在今年度2022年呢 都可以呢 过关一些问题就可以解决 好因为你看到你的财库的时候 就记得哎呦海豪老师有交代过 不要随便借钱给人家 不要随便乱投资哦 人家叫你投资你就投资 都耳根子很软 就听了人家的话 结果呢 他死了 钱也走了人也跑了 好那特别注意 好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 分享开启订阅 按下你的小铃铛哦 好再见 祝福大家财源广进 发大财拜拜 财源广进